我呢 就加入了這個KO的界別 大概八個多月這樣 那是挺有趣的 讓我看到很多東西 那這次的大媽春事件更加精彩 因為從來都沒有試過有這麼精彩的一個故事 可以一路貫穿這麼長時間 那當然其實它裡面背後發生了很多東西 包括什麼呢 包括有很多人物呢 大家是沒有留意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聚了下來去講這個故事呢 我今天就想很詳細地去分析 究竟這個故事 究竟為什麼發生出來 和三批人有關 第一批大家會記得 就知道是 現在你看到 就是大媽春的KOL 有一批這樣的人 大家知道 包括我啦 是不是 另外一批就是一般的網民 就是在那裡 哇 看一下 哇 很高興的 好 但是有一批呢 大家並沒有注意 但是他們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這一批是什麼呢 就是我叫做資深的網民 這一批資深的網民呢 其實在這次這件事裡面呢 佔了一個極度重要的位置 他們不是一般的普通網民 就是去 純粹去看一下就算了 他們很積極參與 但因為以前的新聞呢 以前的八卦新聞也好 什麼新聞也好 你很難去參與 你純粹都是去看而已 看完就算了 但是現在不是的 而這個參與感非常強烈 而亦都是因為這個參與感 是牽動到這麼多人呢 群起去一起去 做這個大媽春的這件事 那大家看一下 究竟整個過程是怎樣 幾有趣的 或者你都是其中一份子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 整個過程是怎樣發展出來 跟著以後會怎樣發展呢 大家看一下 那大媽春的事件是由發生 接著KOL的進展大致是這樣 首先呢 大媽春這個女人 就是上了東莊西網 她的貪男 演點給香港人對這種大陸女人的 搶錢的恐懼 痛恨 憎恨 當然在過去的時候 香港人已經有不少 在她的生活裡面 就遇過這種大媽春 於是乎 哇大哥 覺得你無日無日 來去侵略 玩呢 是不是先 試得多 香港人很憤怒 於是乎 抑壓了很久的 香港人的怨恨 那種憤怒 就一次過透過這個 今次 就是東莊西網訪問 這一對夫婦 跟著呢 對這個大媽春 就突然間爆發出來 因為你實際上 抑壓太緊要 你走去深水埗 任何地區都好 就是 你隨隨隨隨都見到 就是天發事件 隨隨隨隨都見到 就是一個這樣的 就是大媽春 他是呢 是來自中國大陸那裡 跟著呢 就嫁了一個比較老的男人 跟著呢 就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老人家過世了 然後就拿了他所有的錢 那樣的東西 又或者 今天還沒過世之前 又拿了他的錢 那樣的東西 又或者就是中間 都已經是 拿了一間公屋 跟他結婚 拿了一間公屋 然後就踢了 老人家走 就是你別洗肢 我會跟你長相施首 其實他就扔了他去這個老人家 跟著就霸佔了一間公屋 很多這些案子 無論是你自己 或者你的親戚朋友 一大堆一大堆 那真是令到香港人 很討厭 在心裏面 但又不能夠表達出來 那而且 見到的事情 越來越多 所以一直抑鬱 在心裏面 很不開心 那最初的KOL 當然都是當OK 一段Case這樣說 對不對 都是報道一下 這件這樣的事情 就是東張新港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 大致都是這樣 present出來的 沒有人會知道 這件事會發露這麼大 這樣 那因為 是一般的八卦新聞這樣 不約得跟蹤 而且你很難知道 究竟誰對 誰不對 但是見到那個 但真的非常貪心 那從我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 那時候 我都說你看看 TVB刻意做他 整個框框著他 又把東西 整著他的手袋 諸如此類的東西 大家又 他都跟周生 周太說 覺得這個女人 非常之吵架 不盡不實 那樣的東西 而呢 有些東西 當然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當時 這個大花春 經常跟這個 TVB 這個東一新網的人 說 什麼時候播出來 為什麼呢 他說以為 他的心裏面 只要播出來 那450萬就到手 多愚蠢 這個女人 就是蠢到這麼厲害 他覺得 嘩 厲害了 我一爆出來 這個銀行還不害怕嗎 銀行一害怕的話 就會找回我們來談 然後又給我們一些錢 還在我們面前 哈哈哈哈 他真的這麼想 所以整件事才這麼搞笑 這樣 好了 但是無可懷疑的就是 這次呢 TVB在做這個東張西門 做一個個案 比較精彩 他跟了幾天的 所以拍的 那些素材比較多 這樣 但是 電視台呢 就有限制的 大哥 他一個星期 都是播一兩天 這樣 這些節目 播三天已經很多 大哥 真是給了你 這樣 而且每一次 十幾分鐘這樣 他不可以就是 佔據他電視台 一個很 很多的份量 這樣 終於呢 就是因為那些觀眾 很喜歡看 他的反應就是 總之很多人出來 你知道 點擊一下就知道了 最重要的問題呢 就是說 不單止是 他看完這個KOL就夠了 因為大家的 講的角度都不同 他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就是等於 你很喜歡某一段新聞的時候 你就去追 有沒有一些新鮮的東西 追到出來 於是乎 到處去看 這個令到 當時的KOL 都是一定是很 就是很 很詫異 稍微有經驗的 就會知道 咦 真是厲害的大題目 於是乎 你呢 你一個大包圍了 全部都盡量不做 只是做他 於是乎 你看到那些KOL 一直是這樣講 他 那個點擊也是越來越高 那 KOL因為可以 24小時不停的廣播 而且呢 可以跟不同的 就是 這個 鏡頭 經常都是這樣 OK 可以跟不同的 方面 拿到他的 就是 不新的資訊 即時有什麼發生 即時說 於是 令到整件事 真是比較立體一些 比如說 那裏收到個封 這個人曾經 試過跟他做朋友的 那他願意 說出來有什麼 你又可以說 所以很多方面的 新的資料就訂出來 令到大家 就立體地去看這個 整件事件 這樣 那 那 這個 情況 一路一路發展 那 KOL好像 好像不停地完成這些任務 就 為這個 新聞 去作出各樣的補充 這樣 那 那 那 令到那些很討厭大話春的人 就是非常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知道他更多的壞事 那 而那個KOL呢 他對事件的關注 絕對是 因應市民 大家對 就是 那個case 那個關注到 因為為什麼 點擊高 但是盡力去做 是不是 再點擊高 又做多些 這個必然是現實來的 是不是 成績好 我看到 你就加多少錢 做好些 這樣 現實上 市民對大和春的事件 追捧程度 真是史無前例 因此 亦都引到 更多的KOL 加熱戰場 甚至說 喂大哥 我不說他的話 我自己跌得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 大家走去看看這個大和春 其他都不想看 於是乎 各個走去走 各個走去看 那就 大家一起 用各種各方面的方式 去報導他 那就 不斷發掘更多 善為人知的細節 大和春 有各種狀況 一直跟他出街 拍一拍一拍 走去哪裏 大家拍一拍 又扔上Facebook 由於大家的報導形式 都是各有特色的 因為這樣 你才可以拿到 不同的點擊 於是乎 在百花齊放之下 喜歡看這段 八卦新聞的群眾 就會得到很大的滿足 同時 就不只是YouTube 玩了 Facebook 也有成立了這個關注組 大家就 嘩 於是 我們現在就講一種 就是 剛才是講網民 還有KOL Sorry 現在講另外一種 叫資深的網民 那什麼叫資深的網民呢 就是 他們不單止 是 只是看 還有聽 那麼簡單 他們還是很積極 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首先呢 就在這些 就是 KOL 發表意見 但是這些 反而不是最主要的渠道 他們是 很想人家 認知他自己 認到他自己是誰 於是乎 然後呢 這一批的資深KOL 他就走去 Facebook群組 那裏 譬如說你改圖啊 跟蹤這個女人啊 或者 鹹白去到哪裏 特別去 報導一些資料出來 他比較 就是 再 積極些 去 做出一些 的反應 就是說呢 他很想在新聞裏面 有他主動的一部分 那你才在Facebook群組裏 哇 突然爆到這些東西 於是大家去看你的東西 於是乎 許有滿足感 他未必是 我說這些人呢 還未去到 就 正式去做這個KOL 或者他本身 都真的是一個KOL 來的 只不過呢 他的平台就是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多人看的 只是可能 比較少一些 於是乎 他乘著這個 這個 這個大不春的機會呢 他就講多些東西 去一些不同的平台裏面 佈自己的光 希望大家會注意到他 那所以呢 這些可以說是 你說 他未是成熟的KOL 但是呢 他已經是走這條路 又或者他本身 不想做KOL 他只是想 來不來 扔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呢 他很積極對那個新聞 作出個回應的 那麼我們叫這些 叫資深的 網民 就不是一些普通的網民 好了 那麼資深的網民呢 就是說 他想人家 認知他的存在 他想人家 看到他的表現 不要只是看完那些KOL 喂我也有話說 我的立場都很特別這樣 諸如此類 就是這一件事是這樣的 好了 那麼於是乎呢 在網上你看到 有很多KOL去講他 接著呢 有很多人積極發言 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地區去發言 接著成為了資深的KOL 開始慢慢形成了一堆的人 好了 那接著呢 還有一班網民 就不停去追逐這些新聞 那麼 於是乎 大家就不停看到 這些不同的形式的資料 參與討論 發表意見 那麼我就形容這一場是一場革命來的 就 這個是全方位的 沒有時間限制 沒有地位的限制 就具備互動性的 參與的討論的新聞 已經是將傳統的新聞模式 是徹底改變 徹底扭轉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市民的參與度是非常之多的 不只是以前這樣 單向給你新聞 那麼我就認為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一個 革命來的很重要 好了 那麼到了第二個階段 就是東張西網 訪問了街市裏面的周生周太 那麼也都慢慢呢 揭示到這個大媽春 他的情況 那麼大媽春就 在後期更加就 開始呢 為了做這個主播 那麼 那麼 因為大家發現了大媽春實在是太過離譜了 於是透過張先生太廣 嘩 這兩個人 一開始就來到這個街市裏面 不斷地找男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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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白呢 就說 哎 當然是留給自己用了 這樣的東西 七月就揭示到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兩個 由一個 就是 好像在起訴者那樣 就慢慢 將個焦點 大家變了在他身上 喂 這兩個人原來 極之惱咬這樣 好了 於是乎 有大量的香港市民 激於疑憤 很想呢 發表對大媽的 大媽春的憤怒 但是電視台的節目 已經完結了 因為他們很難 直接可以說到他的話 電視台不會讓你說的 電視台就是 拿過來 大家再整理了他 用他的方法去說 於是 而且這個節目也不復存在 不是24小時的 於是大家唯有透過KOL 去表達自己的憤怒 表達自己的意見 最主要就是透過文字 這樣 在一些評論區 討論區一路講一路講 又或者建議那個KOL 你這樣講 你這樣一個角度 你跟他講 於是乎 令到整件事 是不斷地窮散 因為那個憤怒 和他的怨恨和不滿 那個基礎很闊 你一去到 街市訪問之後 整件事炸了整個香港社會 整個香港社會 大家就 於是乎 就 覺得這件事是很離譜 大巴春實在太過分了 這樣 每個人都想表達他自己不開心 不滿這兩個人 或者大巴春那個事件 於是整件事不斷發酵發酵發酵 越來越厲害 透過周先生和周太太的訪問 全香港市民可以很清楚看到 大巴春是怎樣佈局去街市的歐南人 他的行為是令人多麼嘔心 當然了 後來劉定堅 再拆解一下 這個大巴春是一隻雞來的 於是乎令到大家會更加露火中天 這傢伙 有一隻雞在那裡鬧鬧鬧鬧鬧鬧 驚死香港人 但是大巴春並沒有收斂過 因為通常被人這樣攻擊 一般的人都是收斂 但是大巴春不是 他有一種衝勁 就是在大陸這樣 你對付我 我和你捏過 我一定不會低頭這個下巴 都是這樣的性格 所以這件事才會越反 因為你等於兩個 不斷兩種力量不斷磨擦 原本已經可以慢慢慢慢退 不是 他就是大巴春不單止不退 我還會做這個直播大課 我要賺大錢 我要賺給你看 我們不需要給你看 這就大件事了 於是乎 全香港人的路火被擊得更加厲害 即是 喂 你扑街是必須的了 你快點扑街 大家看不到你就算數 他不是 我只是要走得多些出來 我給你看 他怎麼樣 他就回到大陸 那裡 就逐次直播 跟著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看了 第一次 他隨便去坐餐廳 找到一萬多元的課金 哇 還可以 以後這個大巴春不就很好生活 於是乎 香港人 嘩 炸了整個頭腦 那 當時來講 香港人真的激死了 為什麼呢 全世界這麼討厭他 是想他去死 他反而因為這樣賺到錢 哇 於是當然不行 於是乎 全部KOL開始 我教大家怎樣去玩死他 大家都出過不同的集數 就是你的片 怎樣去玩死他 怎樣去投訴 怎樣去找 有一大堆這樣的事情 好了 於是乎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呢 大巴春雖然呢 開始的時候呢 是有一些的 大陸的粉絲支持他 但是呢 香港人實在太過瘋狂了 就是組成一個團 不斷去做黑粉 去攻擊 有些人就 入了他的微信群那裏 就把這些東西爆出來 一直不斷揭他的私隱 令到他 非常的欲酸惡凸 哎呀 揭露了 他就是醜態在人的面前 那麼 卻之當然 就是這樣 就是不斷做這個黑粉的情況之下 他那些直播的機會就沒有了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他出界的直播 直播就沒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他不是要直播 直播就是可以的 為什麼又沒有 不讓人直播 直播就是 跟 就是喝水差不多的 你現在大佬 你什麼意思呢 直播不是說 你一定可以賺到錢 人人都可以直播的 你隨便找個號 你就直播的 你不犯規無事的 但是 直播你賺到錢 另一回事 就是等於人人都是做KOL的 你有兩個人點擊 你都算是OK的 你不介意 有些人真的幾個人點擊 這樣 那你吹他不像 對不對 他剛才 他都是叫做直播 他都是在做KOL 但是 只不過他沒有 過不了門檻 他賺不到錢 他都是KOL 所以直播的意思 一定要靠直播 可以賺到息 要不然說 太貴氣了 直播找到息 都是靠很多人 跟你去 點擊 送禮物給你 如果你沒有的話 這樣就做不到 現在 好了 一直發展下去 因為 大媽春這個行為 他去做直播 不停地去說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剛才說一下 開始沒有話 就 擴闊了自己的攻擊範圍 就開始攻擊那些 涵白的家人 因為沒有什麼 是不是 主要就是攻擊他的子女 等他 哇他幾衰啊 點點點點 一兩樣東西 你一日捧自己 一日攻擊人 不然他就沒有話 因為他的內容有什麼 非常枯燥乏味 你看到現在 大媽春不停地說 我又很厲害 我又點點點 就行不有很厲害 就講究這些 多謝粉絲袍包 因為他本身沒有內容 所以他是做不到一個 直播的情況 但是對於他來說 他只管你 有人看我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直播的人數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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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很厲害 但是在過程當中 情況就不同 為什麼呢 你會養了一批人 是他自己的黑粉 因為大家要對付你 於是大家就一起去 挖掘這些東西 然後去走去你的不同的裙子 去看看你有什麼壞東西 而他又不斷地發覺 不行 我的裙子 有些反對外人 在那裏 這些黑粉 於是逐個逐個踢走 那些東西 那你踢的時候 的過程當中 有些根本就不是 不是黑粉 他純粹是玩一下去走進去 因為絕大部分的 我覺得 絕大部分的 所謂黑粉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 他原本身份是一個 資深的網民 什麼是黑不黑粉呢 就是他想不想黑你 對不對 他最重要的是 他懂得玩這個網絡遊戲 他很懂得利用不同的 譬如說走進去不同的群組 去逗一下你 搞一下你 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們是這幫人 那他做不做黑粉 不一定的 看一下 他喜歡就搞一下你 不喜歡就不搞一下你 就是這樣 香港就不是 甚至乎中大陸 香港 不是這麼多專業的黑粉 不是因為 沒有這麼多人 去給你去搞 而且很多人 一搞他 就已經塌了 你很難 就去給你長期 去玩他 去攻擊他 什麼成的 香港沒有這麼誇張 那 那當然 有 香港那幫的 相對來說 較為年輕 四十幾歲以下 那些 他們是比較活躍一些 又懂得玩很多的 那譬如說 見到有些什麼去針對 他們是會去一起去攻擊的 這個是會的 那但是 大馬昌的情況就是 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是想去對付他 但是問題是 他那個情況是隔了一些 因為他在大陸裡面 你要玩的東西 是有些不同 不是一定個人都玩糾音 玩微信那些東西 所以相對那個的人數 是少了些 但是就大馬昌說的話 是越來越討厭 於是乎 有一幫香港資深的網民 就說 不行了 我都要加進去 去玩在一起 你都離譜 那還有呢 不可以去 表達的話 他就是做自己的 那個 那個YouTube 做YouTuber 那你就把那些東西 扔進去自己的 因為你 除了一樣可以 個個都是這樣 喂 在裡面看到很多的資料 拿出來去笑一下他 那我還早過其他 那些 就是KOL 那對他們來說 他就有個專注度大一點 那還有在這個Facebook 又可以 不停扔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 資深的 就是那些網民 他開始慢慢 是變成了更加主動 因為有 以前沒有 你記住以前呢 其實就是 你有什麼事發生呢 你都是在那個的 發言 譬如很簡單 就是有個KOL 他是被人攻擊的 那樣 你在下面 就完租 劉細良 那樣都可以的 你在下面那裏 那裏就罵他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去別的罵他的 就是KOL裏面留言 通常都是這兩個方法 你很少可以直接接觸到 這個人物的 但是大媽春有些不同 大媽春呢 他沒有玩YouTube的 他的方法就是 開這個的群 開這個微信群 還有他自己做直播 那你只要呢 走去參與他的直播 還有拿他的微信群 入他的微信群 你就可以得到 同一樣的直接資料 跟所有KOL一樣 所以你為什麼 不去做KOL 不如我去做KOL 我都可以去 present這些東西出來 這樣 這個情況呢 就形成了 這一班的 資深的網民 慢慢那個的主動性 是更加強的 那這一件事 以前沒有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以前沒有這些存在的 以前為什麼 你做KOL 你已經本身 有一班的人 去支持你才行的 那跟著呢 又講你自己的東西 那但是呢 對方得到的資料 跟你雖然是差不多一樣 但是因為他有一班人支持 但是現在就不同 他發覺 咦不是喔 你全香港的KOL 不是個個都跟得這麼貼 跟得貼就可以得 於是乎我跟得貼 跟得貼 我又做Youtuber 於是乎我便可以 在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去講一些很新鮮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比較 扭轉以前的情況 就他以前只有聽 現在我就不可以參與 雖然他們的支持的人數 因為很新 你就很難突然間 會爆得很厲害 但是有一班這樣的人 是走出來的 這個是現實的 大家可以看到 而這班人本身 他是參與到那個 就是平時 那些網絡的 那些不同的事件 他是參與到比較高的 那於是乎 那這班資深的網民 就 形成了一批的勢力 在那裡 那大家看到 越來越多這些人 會出現的 因為呢 不難嘛 你懂得玩 就走進去的 他的Glub裡面 你懂得玩 就去參與他的直播 然後你都拿了同一樣的東西 跟著 就是阿水直播 其實你都可以直播 你都一樣可以照說 沒有什麼分別的 大家都是這樣 講來講去 講來講去 大家聊聊天 就是用這件事來去玩一下 那樣 那基本上 那個群體 都是這樣組成的 那樣 好了 那記住 於是乎呢 因為這件事 我們突顯了 我們三批的人 第一批就是 走到最前線 每天都走去做KOL 節目的YouTuber 好了 第二批呢 就是打游擊的網民 他們是比較專業的一批網民 那跟著呢 有些已經慢慢轉去做YouTuber 那樣 這一批人呢 是開始覺得 他可以很直接這樣表達 他自己的意見 用他的模式去講這個 就是大媽春的事件 就不用再是 好像以前那樣 純粹是在不同的 就是KOL下面呢 就是講他自己的東西 他可以自己再主動一點 甚至乎出很多東西 在這個Facebook到達 那樣 那第三批就是 仍然是一般的網民 那樣 他們會衝於點擊啊 關注啊 所有的消息 那呢 就 網民發現大媽春玩土音 那 城西就開始 就進行直播 甚至很多時候呢 就跟 抵音群組啊 微信群組 建立自己的粉絲團 那樣 那這個階段呢 剛才都講了 就形成了呢 就更多的人 去有更多的 料去關注 因為以前你 講完就算了嘛 就是譬如你 訪問完這個 就是TVB 訪問完 沒有東西再講的了 不是喔 大媽春不是喔 他是很不想 自己的人是跌下來的 他要繼續自己又可以 第一問題 他可能傻傻傻 他會覺得 在這個 就是做直播的過程當中 可以令到自己 可以賺到錢 於是他就試著做這樣 但是呢 你一邊看到 當然就 其實那情況就一邊跌著 這樣 因為以前呢 透過不同的平台 去看大媽春的消息 現在你就可以直接 跟大媽春呢 就會接觸了這樣 這樣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他的生活資料 甚至乎 他會回答你的問題 和你談 又或者踢你出 那個群裡面 但是這些 對 那個粉絲來說 都是一種關注 他在沙拉變黑粉 但是對他來說 有關注 咦 我跟他有這樣的交往 我就可以其實 在我自己表達出來 說他怎樣踢我 又怎樣怎樣 你可以說這個故事出來 這樣 所以呢 所以呢 這一班的專業的網民呢 就更加進取 你看到呢 就不停地繼續去玩 大家一起玩 開了所有不同的網頁 一起去跟這個大媽春去玩 而呢 奇怪的就是 大媽春呢 就繼續跟大家玩 一直 喂 你喜歡啊 好啊 我又跟你玩啊 我又講一下我更多的東西 這樣 大家一起玩 玩得很開心 整個 就是這個的網絡呢 都是給了大媽春的事 全部去 就是 立了 大家總之說大媽春 還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而且 那些都是很濕碎的 開始 那盡量 當然 那些網民就 其實現在剩下兩樣東西 網民就不停在那裡罵他 你怎麼這麼受 你不用指望啊 什麼什麼 你怎麼做 你做什麼鬼啊 你什麼人 你又貪錢 不停是這麼罵他 好了 而大媽春呢 不斷就是這樣說 我是有神秘有的 哼 我看上一個 說我什麼什麼 我 你是不是要指望啊 什麼什麼 有空呢 他又下來正經一點 跟你說 就說什麼 我老公多恩愛 現在很愛我們 你看一下你吹 你吹得我最用什麼 那些錢我喜歡這樣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你 變了兩個 兩方面呢 是完全 不對等的一種的 吵架 很搞笑 就是 他 就罵他 說他 衰假 就是網民說 大媽春衰假 他根本就不理 他就說我自己 你怎麼說 我都沒有用的 我哈哈哈哈 我好厲害的 我好厲害的 那樣的東西 那當然了 就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 6月28日 是有個高潮的 就是因為這個大媽春 拿不到那450萬 他即時就 因為 連生活費都沒有 利息都沒有了 那大家就知道了 那於是乎 令到呢 就是他們的生活費 是非常之 進入危機 那有些朋友 就可以說 就是我就說 喂 就是他們的生活費 會可能 慢慢地進入危機 那當然 不會是馬上的 那為什麼呢 只是在大媽春手上 都幾十萬東西 是不是先 幾十萬對兩個老人家 來講 他每句撕幾千 就是 還可以的 因為現在 涵北已經有資格 去申請那四千多的老人金 他真的沒有錢 現在 如果他沒有收錢 的話 我不知道 因為 以我所理解 周生周太太跟我說 他一直是 只是收過千多元的老人金 沒有收過四千多元 那些 那 他還跟周生周太說 李嘉誠都是申請的那些 那他有四千多元 再加上 就是 大媽春手上的錢 還有段時間可以捱的 不是這樣 就是你只要有房屋住 他在大陸裡面有房屋住 有這個 就是 房屋住 他不是這麼辛苦的 所以他還可以玩很長的時間 那當然 就是坐實 坐實就生崩 坐實生崩這樣 那你 就是那個恐懼是會出現的 所以你看到 就是我說 他的大頸拋 他的脾氣 就開始不行 又不能睡 注意處理 你看到 就是在這些直播裡 就 我見過 就是阿咸伯老衛睡 那些事情 但是他不願意睡 因為他很亢奮 他真的 他的精神 他真的 肯定現在又有 躁狂症 那樣 就是躁狂抑鬱症 那樣 那形成 令到個人 非常之 hyper 哇 整天都 啊 我和你捏過 那些事情 那這些是一段時間的 我都說了 如果他正常來講 他就會去到一個階段 就是這個 就是 抑鬱的階段的時候 就是 他的 他的躁期一過了 那時候 到了抑鬱的時候 那他就會變成 整個人 就非常的低落 我只要看一下 他的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他現在還是撐著撐著 但是應該那個精神 就不撐了多久 就是這樣 好了 那現在看到 去到一個階段 就是說 很多的 原本那些資深的 就是這些這樣的 網民 開始都慢慢變成一個 就是 在抖音的路 開他自己的 就是那個號 那樣 或者是 將大馬春的東西 扔上去 那樣 很多香港這些這樣的 就是KOL的東西 但是當然 當然 你在某程度上面玩 如果 因為 你要怎麼樣 你要做玩這些東西 你要玩得到 有反應 他才會開心 你開始的時候 你的反應就是 玩大馬春 但是現在 你慢慢發覺 大馬春 你玩極限 他都是這樣 就是 鬥一下他 做生氣 那些東西 通常的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做黑粉就是這樣 做生氣 那些東西 但是 他又會罵你 但是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你很悶的 那最近 就發生了一個 就突然間 一個非常之 不同的情況 就是說 大馬春 突然間 將一些 就是他那些直播的時候 播一些這樣的流行音樂 那很明顯 就是因為他聽到 某些的人 去告訴他 那你這樣播歌 那些這樣的KOL 就不可以播出來 於是 他無法播出來 他就賺到錢 因為 這把人賺到錢 那 不過劉定堅 就不同 我不用播一些 我用分析的方法去講 那於是 那 這個大馬春 就很開心 於是他就不停不停播 播 你聽到那些鄭聡民的歌 不停亂播 那於是 那於是 那些KOL 就不行了 就無法播這些 就是 大馬春的講話 只可以講出來 那講出來的話 整件事就悶很多 因為他 就是 集中點 那個被攻擊的主任中 他只有他的樣子 但是你又不知道 那那個互動性 一定是弱很多 就是 靠個 就是 那個KOL在那裡講講講講 那於是 那於是 大家開始就要 就是 抓這個人出來 究竟哪個人出來啊 哇 交他啊 那其中有一批 那些的網民呢 就要 抓了阿伍仔出來 那他就說 阿伍仔是呀 我自己 不建議這樣做 為什麼呢 其實 大家應該把矛頭 放回到大馬春 那裡 我就 不覺得 也都沒有證據 顯示到阿伍仔做的那樣東西 那 這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因為呢 如果當大家的 就是 攻擊性 都不是集中了在大馬春身上呢 那就是一個危險的情況來的 就是大家就開始 找 一些人出來去攻擊 哇 這樣就嚴重了 為什麼呢 大家是面對 集中的時候 全部都是大馬春來的 突然間你說 喂不是喔 我們有些東西不成功 不開心 不happy 不過癮 我們找些人來去 受罪 哇 那是一個 就是不合理 和不是好的演變 為什麼呢 就是呢 這樣會出事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 除非你很有百分之百的證據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能夠亂講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你 如果你說要攻擊 武製也好 誰也好 你要拿些證據出來 那如果沒有證據的時候 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 因為呢 你會殺錯無辜的 你會殺錯 他會說是 那大幫人走 如果大家都 因為為什麼呢 在這個層面來講 我們通常都是很難拿到 很完整的證據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些 這樣的證據的話 你就去講的時候 而有一大幫人 就說跟你一起去一起去 那就無端端有些 就不合理的事情 就傷害到人 所以我在這一方面 特別特別要去提醒大家 大家就說 如果你要玩這一種的形式的話 你就要盡量看一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證據 去做出來 那我暫時就沒有看到 有人說 有些什麼證據 就主要是說 他那麼多 我覺得這樣就無謂了 就是 始終一樣東西 我們大家都是集中去 就是面對去 就是看一下大佛春的情況 而不是要去講回 自己那幫KOL的情況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危險 就是 甚至乎一幫的 就是資深的網民都好 那大家都是去 一起去報導你的新聞 去推動這件事 去令到所有人 更加關注這件事 而不是去攻擊自己的KOL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兩回事 就算有人報導都不好 就是他的作風 不要有所謂的 就是不一定要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就是討好你的作風 每人都有作風不同 那所以 他有他講 你又來講 就不要抓一個人出來 說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些像文革 那樣 就最好不要這樣做 因為呢 真的 我們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是找到所有事件的真相 那如果你反過來 去攻擊自己這邊的人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嚴重的 可能會有一個 就是 誤差在那裡 所以我盡量希望大家不要參與這些事件 那如果你懷疑某一個人 是做了某些事的時候 你可以去不看他 但是不需要去參與 去一起去攻擊 我覺得這件事就不是那麼好 那就是 大媽春來到這個 互相指責的地步的時候 當然也是同時代表了 這個故事也都慢慢接近去到尾聲 就是因為沒有什麼新的方向 我都說呢 我們去斷絕大媽春的糧水 不讓他做主播 在直播裡面對付他那樣的事情 那他越是沒有錢 他越是丟借 他越是丟借的話 他越是很難再 就算你走出來現在講什麼 都沒有什麼意思的 就是死雞餐飯過去那樣的 那沒有什麼話要講的 其實過去的一個多月都是沒有什麼話要講的 只不過我們盡量呢 可以在各方面去 給一些新的意思大家看到 而不是他本身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出來 見到他有什麼 又是在家裡撕一下橙 整一下這個 整一下那樣 煮一下飯 那樣的東西 也都你看到那些直播人數 一路一路下跌 沒什麼意思的 其實大家現在問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媽春你搞什麼呢 有什麼好做呢 就是你有幾百人關注你 那又如何呢 而那幾百人裡面 一大部分其實就是那些黑粉 那有什麼意思呢 你就覺得很奇怪 那大家就 那意思就是說 原來還有很多人去關注這件事 那大家就繼續去報道他 然後跟著去說他 我想那件事就會一路一路在現在這個階段 慢慢探下去了 因為實際上已經沒有再好有特別的事情會出現 那我覺得就是 那五個子女很厲害 到現在來說都盡量是 就是掩飾了他們自己 隱藏了他們的身份 不在這個市場上面出現 等你這兩個老爺 是你自己搞那樣 等你自己做臭你自己那樣 慢慢慢慢就丟邪了 那總會有丟邪的一天 我相信現在已經是去到一個丟邪的開始 我不覺得他們玩得太久下去 那希望看看大家 你會否認識 就是說 但是當然這次 很突出的就是 我們見到就是 因為這個 鹹白和大媽春 搞這些這樣的 就是微信群 這些什麼什麼群 什麼什麼群 又跟著自己做直播 那於是乎呢 就引到一幫的 以前做不到 很QOL的人 就是資深的網民 我們叫做 就是 就直接去逗他玩他 那跟著這一幫人呢 就慢慢的形成了 現在一個勢力 那我覺得呢 但是隨著這件事的消失呢 那我相信 這些勢力也會玩 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呢 很散的 大家都是想玩一下他而已 但是如果 就是你去玩他都沒有人去理 那大家就沒有興趣去玩 那樣 所以看一下這個的 就是大媽春的事件 還會怎麼發展下去 那 那 對劉鼎英來說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網民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網民的參與 在這個的八卦新聞的情況來講 非常之嚴重 大家是很喜歡參與 參與新聞 那這樣東西 才是真真正正正的那個 就是整個事件的關鍵 就是因為這個科技 這個時間 是能夠表現到大的势力 就是以前都說的話 在哪裡 就是撞車 其實人人都有手機 哇 每個都是KOL 每個都播 那就真的很特別 你沒有一個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電視台 可以聰明到這麼厲害 周圍的片 周圍播 就等於是以前曾經 大家試過看到這些 打風的時間 每個都是KOL 每個拿著手機 或者扔上Facebook 扔上什麼成功 哇 大家就把這些東西 全都表現出來 這個 就會是未來的 就是 這個新聞的形態 就是這樣 有什麼事發生 大家都是 這個 報道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香港的情況 會不斷地變化 或者香港真的需要一個 新的 就是什麼 暴風雨過來了 就是十號風球 好 你打一輪 把這個大伯春的事件掃開了 然後大家又重新再上樓 不要再在這裡集中在這裡說 但是 現在還是仍然是 大家會聚立在這個 就是大伯春那裡 因為為什麼 其實看一段這麼長的故事 最重要是 大家都很渴望得到一個結局 但是我都 劉定經經常說 我都說了 結局就是丟謝 丟謝一般來說 就是慢慢一段段 很難的 就是他不是一個 好像電視劇一樣 砰一槍 那個壞人被人打死了 好耶 完了 齊歡喜啦啦啦啦 這樣就完整個故事 他不是這樣的 他是 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接受到 劉定經理分析 當 這個新聞 是進入了新時代制 每一位的市民 去參與的機會 所以呢 越多人參與 這件新聞就越是 越來發得大 而呢 市民越來喜歡這種的形式 就是我可以參與 甚至乎 同一個新聞人物 對話都可以的 所以淡阿春 其中一個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件事 令到所有參與的人 越來越增加 他們的參與度 越來越高 就是這樣 好 我們試一試 我現在是深夜來的 所以早上呢 曾經出過大馬春的片 我們回應回大家的內訊 留言 OK 好 好 哎呀 不好意思 我要移一移個 CAM OK 好 行 大馬春為了錢 抵毀 涵白的子女 大亡妻 卑鄙無恥 這件事 真的 我覺得大馬春呢 去抵毀呢 我都還可以接受 就是令我難以接受 就是 涵白的行為 就是這個男人 為了 就是 這個新的女人 一個這樣的奇怪的課 我真的要罵自己的老婆 和子女 我真的 如果大馬春是 卑微無恥 這個男人就是極度 不知所謂的極點 他之前五個子女 不作回應 保護母親 留下來的遺產 做法 百分之一百 你看一下 回應 希望快點收場 不值得讓全香港人 再見到河馬 是啊 大家都這麼說 好 Brander Tang 識字頭上一把刀 縱使大媽如何引誘你 是啊 要針對阿涵白 如涵白 不是如此無恥之人 亦都不會 斷不會妄固兒女的反對 和這個女人相宿相妻 是的 最後為了迎合河馬 公開自己 用亡妻的矛盾 這些都未必是真的 詆毀亡妻的 生前的家庭的付出 傷了子女的心 正所謂 只見新人笑 不見後人 舊人哭 人死不能反駁 更見涵白無恥 沒錯 絕對是支持 確實劉先生好東西 多謝 兩條人的所作所為 自己還以為合情合理 合法 正是世人不寒而律 唉 我爭到死了 真是老實 這些離譜的食物 好 河馬的問題 最主要是貪婪 太貪錢 無所不用其極 毫無道德底線 加上分析力不強 比行白利用四百五十萬 這個蘿蔔 牽著他走 又發財相夢 以致進退失據 他都不單是Helen Chang 他不單是進退失據 所以人呢 就不要太過貪 你太過貪 你太過貪 就癡癡地線 有時呢 不行呢 你就要去找另一條路了 沒得死慮 死慮 不可以這樣 好 sunny day 夜夜 sunny day 夜夜 一日河馬未收號 未收工屋 依然堅持看 直到他惡人亡為止 好 夠堅持 雖然真的看得很累 哈哈 所以我都說 大家觀眾就是習慣了 因為看結局 因為不然心裡很不強 沒理由給他 還可以逍遙法外 快點扭街 這樣 一路追看電視劇 一模一樣 想個壞人快點去死 是 我會 長開日更 甚至直播 認同 之前我都堅持到 收回公屋為止 因為無論輿論壓力 政府都不做事 香港的網民真是厲害 好 KP Leung 早晨劉先生說了我心中的心聲 河馬一日不收聲 不收手 收工屋 將來 為了更多的移民 學河馬 更令年輕一輩 私上樓局 是啊 這件事很嚴重 老實說 每個人都學鬼拒 我都是這種擔心 是啊 好 Candy Wong 一個女人改嫁 還要 還要 撐空 不明白 寫錯字 對方財產 對方財產 撐空 搶的意思 對方財產的孩子的行為 真是太可惡了 好 多謝 謝謝 劉思先生 保重身體 早日穿越 我今天好很多 因為現在用了新方法 不斷睡 不斷睡 睡完之後深夜做 這樣 一夜做完 劉先生 各位好 我絕對認同劉先生的說法 河馬因為壓力過大而造成 所謂何以無失調 就會從體內而發 就算你跟他說 他都不能夠信 他應該少做直播 見人代代平安 而自己一百幾十 又恨又愛 他遲早生蛇 是啊 這個精神是很重要的 會 會 因為你精神支撐不到 你會崩潰的 好 Move Chang 鹹伯有份助長大馬封殿 當然啦 他何止有份 他經常在後面 擺佈 這傢伙 這傢伙真是非常尷尬 Chang Cherry 劉先生 早晨十分開心聽到你的聲音 多謝 希望不要再停 因為聽不到這些東西 好像無所事事有少失落 多謝 有同感 Eddie Chen 多謝 強傾認同 Chi Kong 聽到河馬就開始煩悶了 好 收他的公屋 就或者完結 希望政府可以這樣做 就是 Man Wong 水及日耕及流生 你各有所長 加油 大家各自加油 好 好 這個不懂得讀 MLChang 大媽臉皮厚過地皮 絕對厚過地皮 就是真的 他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 我想是 就是 他真是 無恥度 你知道做雞的人 就是可以這樣 就是被人罵 慣 就是恥慣 他真是可以 當你完全聽不到 過了之後 又跟你再上床 是不是 他真是可以 做雞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真是 雞的本能 雞的本能 好 Judy Tang Judy Tang 他應該得到懲罰 是啊 所以大家現在都是 等等等等等等 我都很想快些 就是 給他一些懲罰 他收了他的房子 然後大家鬼 就叫小翁姐出來 就搞定 完結事情 英圈尿尿 劉先生早晨 不止香港網民 追擊河馬事件 新加坡網民 也都同樣追擊 感謝劉先生清晰分享 多謝 這麼棒 好 這次中港澳爾及聲馬 都追擊他 哇 這個大花春 哪裏都不用去 King Kong 公屋方面 河馬已經犯了結婚 不加名 收回公屋是市民的期待 是啊 但是應該是扣分的 還沒去到 要收到公屋 不就收鬼了 真是 好 M.R 劉先生說得很多謝 吳先生還是吳小姐 好 Sandy Choi 另外 劉先生說實話 應該是看情況 背後是鹹白推死傻口 去搶450 看子女的九年內 為什麼一直保持的原因 我個人認為鹹白最奸臣 是啊 這個人真是奸到出執的 希望分析中 不傷害五子女 保持五子女中低調 讓他們不回應 好啊 好 Ken 不懂得讀 不好意思 好 劉先生 早晨 很高興又聽到你的聲音 今早 聽到你逐天兩個影片 保重身體要勤 好了 大家齊了 多點休息溫水 多有溫水 是啊 我會的 多謝 我想看鹹白怎麼折代多些 因為他網上數自己的子女私人 實在太沒人性 太混蛋了 我都很少 人去到老年的時候 你當然是保護兒子 孫子 你不是反過來保護一個新積的女人 我真的頂不住 很老實 我真的 我的三觀被他完全拆毀了 真的很老實 所以我是很討鹹白 你說我討不討大衛春 討 但是呢 他就是一個雞 一個很便宜的雞 所以我覺得 這女人 沒有我 因為他都自私自利 都很合理 搶你的錢 但是 你鹹白不是 你是個家庭裏面 原本的家長 你應該保護家庭 頂他就廢 他不是的 真是 真的見到兒子想打爭他 好 方浩 昨晚有人提到周文強 找律師告他 他整個臉都黑了 他當然整個臉都黑了 但是他害怕的 很害怕的 他大三婆八面受敵 看看他怎樣拆招 他沒有怎樣拆招 他說我沒有錢的 你拘捕我 那樣的東西 他就是這樣 這些女人就是這樣 Judy Tang 好 早晨 好 早日康復 我開始好好多力 謝謝大家 大家為我 就是 祈禱 快點好好 好 大媽春可恥 跌落地下 撿翻炸沙 但這就是 驅逐出境 還是收回奸公 那這樣東西 真是 大家拍了手掌 OK 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 繼續 點讚和訂閱 OK 拜拜